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唐 刚刚到这边 现在摘果子了 早上已经安排好 阿姨他们在上面摘果子 我大哥跟的嫂子呢 在那个仓库那边 帮打包 小九跟我呢,刚刚回来 现在上山上面来看一下他们摘果子 哎呀,有点热 后面这是柿子树的 那我还有整个 这个花开始卸了 好多花都开始卸了 里面已经长有这个小果子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得 选果剪花 不能让他挂太多了 要等到这个果子剪完了 才能剪掉这个 就是多余的那些树嘛 我去看一下小九先 因为他是从平安那边过来的嘛 我是从那个河池那边过来的 不是同一条路 那我打电话跟他说问他 他说已经到了 在果园了 逛一下没有看到他 小九 小九 没听到 果园比较大 不知道在哪里 哎 你这里干嘛 干嘛我叫你不硬我呢 硬我 硬我都没听到的 我嗓子痛硬不大 为什么嗓子又痛了 灵感 啊 你流感啊 不会吧 生瘦的事情 你都不注意点了 我都叫你回去注意点了 我跟你说 昨天我没拍视频 我说话都说不出来 我早上也是 我刚吃的个层子好一点 我就拍了这个视频 不会吧 那等一下去去买点药给你嘛 嗯 你看我 你穿这裤子上山了 我也不知道呀 你这裤子很粘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草的这个 老婆叉 老婆叉 拍不完 我在这里弄了8个小时了 你这颗裤子回去可以当 当刷子刷鞋子 我在这里弄了8个小时了 我弄了回去我帮你弄啊 这个 怎么了 感冒 赶快早点回去休息吧 然后再一个给你 回家里面吃吧 嗯 是不是蒸一下吃 效果好一点 给人家的蒸 给你蒸鸡蛋是不是 嗯 把里面的肉剥开 蒸鸡蛋吃 嗯 我想跟你说一个事情 早上我说跟我说 其实我说在老家里面 羊有一些鸡跟鸭 嗯 然后他就是 他养了个青蛙 全部都死掉了 就亏钱了嘛 他想多养一点鸡啊 他说叫我们两个 就是意思就是说 给钱他养 然后养了之后 他卖了之后 他放我们一部分 或者是借钱给他也可以 那你觉得他 反正你舒服 是吧 说句不好听了 是不是 觉得他有 有点辣 但是他 也有做事啊 那你觉得呢 他既然说了 他应该就会做吧 他都养有的 那他青蛙干嘛是谁的 太阳 他天气热 然后就全部熟了 天气问题 他护理的不好吧 天气热 现在这个天气才多少度的 是不是 那我也不知道 他养鸡的话 他不是他护理的 他养鸡啊 是隔壁家那个 你记得吗 隔壁有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就是隔壁那个 那个 两公婆在家那个 那个 那两个很老 哦 他们 儿女什么的 都不是特别的 好的吧 家庭也不是特别好嘛 他说 就是他护理 他现在那些鸡家 都是那个人护理啊 那就说 他也有份了 哦 他有份了 可以啊 就不当当你说话我有点 我有点怕 他要不多 他就是说 先 先多 多进一批嘛 因为他现在也有几百只了 他想 把那个青蛙死了嘛 他就不想养青蛙了 他就想多养点鸡跟鸭 他就想把我们 家后面还有一个老房子 那个 以前他以前在家养猪 养了很多猪的嘛 他想把那些全部改成鸡兰 多养一点鸡 他就要几千块钱的时候 几千块钱要养 他说先 先增加几千块钱的鸡进去 如果说养的好的话 后面再加 他第一批鸡他说 什么来的 就是端午节过后就可以卖了 他是年前养的 你决定吧是不是 几千块钱不是很多 不是好几万的 几千块钱的 在后面还要呢 那你决定就好了 我只是问一下尊重你的意见 没有你 你决定的 一般我没有反对 我现在可以朝这里 没事的 是不是 嗯 那我们再拐回去咯 把袋放多点